三百年生日式的新雨孕 四周只入了繁荣与沉寂 文明开放的石台潮流 在这里留下不可无人的历史影响 由唐海从开放 唐高总军与建筑的大军队 是唐长有单一共产 并为两所战功东西并别的固剧 大军王在东中的公事中 以规模最大制度安倍 皇帝朝起时间最长 被实在看作是大唐王朝的 政治专属和国家行政 被誉为千功之功 丹夫们是大军王的正安门 也是东城的第一标建筑 其规模之大地位之最 在隋唐时代的门阙建筑中 堪称第一 因而成为唐人心中的国门 所谓的丹夫 就是古代传说中的 丹夫之神主阙 长城皇城南门 移民为主阙 后来的大明公正南门 便被称为丹夫门 岛阳墓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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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 бер 即西部隊的突擊師世界 不諒,兩個世界因素自發射程式 後京皇帝軍區,東托軍事左東西 巢古學出擊師室坐西西 才是天會恰魂入場 丹聖門一開始的一道網場 和丹聖門打發清 是往已舉行軍艺飲飲食的場所 蘇宗和來軍都曾在這裡大於平衡 按照唐朝的遺 enfer 丹聖門也是往已舉行 宣舍仪式的固定探索 据不完全统计 二十之万以后的一百多年间 在丹凤门举行的宣舍活动 有一百余次 每逢皇帝几位改元 策略太子 元日或冬至南宵几天等 五之八时 都要世面天下 凡是宣舍日 丹凤门前一侧离高安 上旋兼线 一侧之路 长安百姓聚集在门前广场上 待皇帝登上丹凤楼 囚房在河深处被引领之门前 舍领宣服王帝当场试号 唐室 丹凤楼前歌酒奏 经济干响五千声 就是对东宗门 经济世修仇仪式的 深入协讨 广阴延年 王爷七军营修皇朝 也曾登山丹和文楼 宣布建立大起政线 并搬入了大神 宣布建立大起政线 天佑元年 唐朝宗被迫迁入洛远 是宝宣长官随惨的大名公 乃至整个都城 最终沦为一片飞墟 这次前途 是中国政治迷事 第一半途的重大转折 长安 从四三十一 我独一位 藏牌森林 事与爱兴棋 2005年 在地下神职的 一千一百多年后 丹坟门移植的 逃云发掘成果 解怒和复原了 丹坟门的机会原貌 逃云资料 正式地涉及 丹坟门不开 石山开闭的激素 确认丹坟门 开门口和门道 门道各宽8.5米 门道之间的各墙后 3.8米 两条八道各长54米 建筑形式 为空物混合的两下结构 丹坟门的靠谷成果 轰动了徐进 如此困惑的城门影子 在巡航靠谷中 上述首次发现 因而被靠谷 建立一枚 盛航第一门 丹坟门移植考古成果 激发起考古及工线分散的研究热情 目前已有多项复原研究成果面世 2010年 大明公移植公园全面建成 丹坟门移植作为公园的主体景观 采取在保护大厅内 建立移植的展示方式 保护大厅采用线态全干结构 外观依据考古数据 设计成榜堂门确行事 建筑东西长径200米 南北宽45米 通高32米 城体 城堂黄色 防复托墙外标 城门起台 五个门道 单年五点楼宫 东西马道跟机构 都得到标签 在建的丹坟门 既是第一支保护战士阴 又是公园的标志建筑和主体景观 更是今天西安市区的第一标签筑 远远往前 仿佛唐代的丹坟门 在现世间 丹坟门音质 是大明宫遗址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 大明宫遗址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路 是西安市成为拥有六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今天的丹坟门 经历了十一堂七层的游桌 就像一座历史文化沉淀后的时台雕像 将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崛起 仅仅于世界遭遗争开放合作控营的新时台 中国情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